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图形化 方形的运动图形动画 首先预览一下效果 可以看到非常漂亮 从中心到四周快速的一个图形变化 其实很多图形元素我们前面都设计过 已经讲过它的一些制作手法 那这边我们就快速再去制作一下 这些方块形状的图形 我们可以快速去新建一个合成 这边还是能任意去建立一个合成 背景我们去新建右建 选择一个纯色 那这个纯色就是我们的背景 我们可以选一个比较暗的颜色 可以选择蓝色或者是灰色 或者是比较亮的一个颜色 这个作为我们这个background 这个bg确定 那么有了背景之后 需要一个正方形 直接选择正方形去绘画 那注意不要画长盲版 点击下空白处取消背景的选择 通过正方形画一个正方形的盒子 那这个时候需要呢 去设定它的动画 我们可以展开它的内容 矩形 找到它自身的这个缩放 也就是变换中 首先在起始的位置 比例开启下关键帧 移动一段时间 我们让它的下关帧缩放到100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改成0 所以第一步呢 缩放动画生成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加一些旋转 比如这边加点旋转 开启关键帧 回到这边 再去移动 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变化 或者说呢 我们这边先看到它最终的这个结果 然后左边呢 先调到0 所以你要看一下你的旋转 这是一个向左方向的一个旋转 基本上第一步得到一个旋转 得到这个动画 然后我们需要呢 让它划出所有的屏幕 我们再把这个缩放调大一点 缩放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当然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的图形 很快方形划出屏幕 基本上是相同的一个演变 那中间所有的帧 我们去设定一下缓动 调一下它的曲线 当然第一个点的曲线 还有这个红色 有时候不太好调整 你可以单独去选一个点 然后去点击去拖动 调一下速度 然后下边旋转的这个速度 这样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简单的演变 非常的快 非常的漂亮 然后介于这个图形上 我们去做它的复制操作 那么这边我们是极星1 我们直接去复制图层 Ctrl D或者Cmd D复制图层 复制图层之后 我们去把它的位置 稍微的偏移一点 然后这边我们把它的模式 改成α反向 轨道遮罩的反向 那么这个时候呢 根据我们调的这个时间 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随机的 这样的一个变化 这是我们第一步 所设置出来的这个方形 方形有了之后 那么第二步 我们需要呢 中间这些加号的点缀 放在中间这个加号 加号呢 在之前我们这个地球元素中 我们已经讲过 包括其他的这个练习中 也讲过多次 然后这边我们就直接的 去找到这个加号元素 这个元素我们直接的 去选中它 通过编辑去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回到合成中 我们直接的去把它粘贴进来 这样的就等于说 我们这个素材重复呢 去利用了一下 调一下它的这个位置 我们看到这个时间调整之后 基本上第一步 大概的图形呢 已经生成了 然后再看一下合成中 我们还是要第二个方块 那么第二个我们继续呢 去复制我们这个图形一 那么这边我们把这个地球关掉 其他的不需要的关掉 选择图层一 复制 那复制之后呢 我们调一下它的位置 调到中间之后 我们把颜色修改一下 这个我们用红色 这里红色之后 我们继续呢 去修改一下它的时间 那么这边我们也看一下 基本上看到两个图形已经出现了 红色如果说继续需要 它的这个整体演变的话 我们把这个3再复制一份 那么这个3复制之后 我们再把它的位置修改一下 然后把图层3呢 继续改成我们这个轨道遮罩 那么图层4我们是不需要遮罩的 图层3我们是需要轨道遮罩的 隐藏一下 所以等于说重复做了一下这个操作 得到了这样不同的一个结果 我们预览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漂亮 然后中间整体这个方形元素 这些线条 相信我们都知道了怎么样去做 这些线条我们可以去借助 第一个图层 最大的这个图层 或者说借助第三个 这个红色图层 我们找第三个图层再复制一份 而且它是不需要轨道遮罩的 展开它的属性内容 矩形 它是不需要填充的 所以把这个填充色关掉 开启描边 开启描边之后 目前是五个像素 可以看一下这个像素的边缘 五个像素的白边 我们上的放大一点的话 打开它得变换 或者是矩形路径 调一下这个大小 当然我们不希望呢 都是同一个方向 有一定的随机性 所以调到这个地方 你可以粘稿一下前面的这个图形 那么它在红色的后方 我们把这个五 把这个合成 也就是第五个图形 放在一和二之间 放在三的位置 它刚好是在红色的后方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 去给它做一下中继器 展开 那么它自己的变换呢 也是加一点旋转 因为我们这边呢 已经设定过它的关键帧 所以说你可以说在它最后的这个真位置 移动一下 缩放一下 这样呢会有一定的随机感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时候还是随机感已经生成了 然后我们去加中继器 选择我们自己的这个矩形 并且是图层五的状态 添加中继器 那中继器加了之后 肯定会变成多个 我们把副本 它的这个中继位置 改成零 然后旋转一下 这样就出现了我们所需要的这种视觉效果 那么你可以呢 给旋转去设定一下这个动画 那么从这里开始旋转 开启一个针 移动 有一定的演变 或者说演变得多一点 也可以去旋转它 去优化一下这个关键针 调一下这个速度 这次往相反的方向做一下 然后这个比例呢 我们也可以呢 去指定一下 比如从这里开始设定一下比例 移动到这边 放大一点 超出我们的屏幕 其实这样的话呢 这个效果就非常漂亮 完全随机化的一个展示 而且之前的这个合成呢 我们看到 大同小异 既然我们掌握了这个方法 就可以快速去制作这种非常漂亮的空间转换 这个效果最后呢 你可以去把所有的图层运动模糊的将它开启 我们这边就选中显示的这些图层 然后加上图层1 这样来看到显示的图层 还有这个星星 开启运动模糊 点击一下 并且图层左边 我们看一下对应选中的图层 点击开启一下 有了运动模糊 结果呢又会竟然不通 由此完成我们这个制作 在这边一直看我发展到这些图层的图层